记者杨乔启 综合报道南韩人气演员李中硕今年将年满三零岁 已面临入伍最后期限 无法再延长时间 今韩没报 他确定将在228入伍 以社会服务要员替代一服一两年 不过其经纪公司回应表示 不是入伍日不是28日 但会再上半年 也的确是以替代一身份入伍 李中 朔将在今年上半年入伍 图 翻射自李中硕 IG 据函 没报道 一千九百八十九年生的李中硕已无法再延长入伍日 入伍接受新兵基础训练后 因身体健康状态 判定以替代一 身份服役两年 消息一出引起部分网友不满 指他身体健 康却能当替代一 认为是艺人特权 不过他过去曾透露 国中时曾发生车祸 造成十字韧带撕裂伤 在家休养了六 个月 李中硕去年在台湾见面会上感性说再见短期内 不能跟大家见面了 图 资料照 记者吴瑞茨设理 中硕去年9月曾来台举办见面会 和粉丝对话时一度红了 眼眶 最后更感性致谢 这次来到台湾见粉丝 短期内 不能跟大家见面了 但还是想说谢谢你们爱你们 下台 一鞠躬